大家好我是哥 昨天凌晨三点 我却在游戏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村子 在村子里除了村民以外 里面还有一个凭空出现的房子 昨天我在网上翻找新的生存内容 那就找到了一个奇怪的视频 里面说在MC1.12.2版本中 一个隐藏的彩蛋房子 可以让人眼前一亮 对于这些都市传说 我作为一个资深的方块人 必须要探究一下真相 于是我就按照视频里的操作 在凌晨三点创建了一个超平坦世界 据说这样就有机会在村庄里找到那个彩蛋 虽然这个传说的要求不允许打开作弊 也就无法使用定位之力 但寻找村庄在超平坦世界中 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因为平地上一拉无余 只要把视距拉远 就可以在很远的地方发现村庄 但比较麻烦的是 如何找到这个彩蛋房子 因为介绍中说 走路的房子和普通的村民房子 在外表上看着就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因此只能凭借挖方块来判断是不是彩蛋了 如果那个房子可以破坏 那就不是要找的东西 于是我就把整个村子里的房子改革给摸了一遍 很快就找到最后一个房子 但这个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 我的角色突然就被神秘的力量干扰了一样 肚子变得非常的缓慢 并且画面还一跳一跳的 看起来像是游戏卡了 人家说简单这个房子就是那个会跑的房子 他当然不是啦 解释我帮忙了视频的速度 并且周真导致的 他这个多数传说就是骗人的嘛 他还来的会跑的房子 从村民的箱子里建了点东西 出来后突然发现 这村子的附近竟然有一个大坑 而这个坑的长宽 正好是一个房子的大小 里面没有刷泥土 这就说明这个房子干死人还在这里 在我疑惑的时候 游戏里的天色突然暗了下来 而原地的坑不知道什么时候 都拽了一个房子 并且它的方块无法被破坏 而就在我挖掘的时候 突然 想我是科乐 说到MC中最知名的生物 你会想到什么 妖灵 火影龙 但我要说他们都不够格 真正的猛兽只靠外表 就能让玩家原地去世 而他就是 喵 这才是猛男必看好吗 但是 MC中还有一只隐藏的猫 凌晨三点的时候 我正在被窝里偷偷的玩MC 虽然开学了玩不成电脑 但是手机上也可以玩机眼版嘛 什么困难都阻止不了我玩MC 我像大部分的玩家一样 在周围收集了物资 稍微砍了一点点木头以后 我决定找个地势 比较平坦的地方建架 所以我直接开启了新真诚 走上了寻找平原之路 翻山越岭很久以后 终于找到了一个向日葵平原 不仅还有个半山药上的村庄 可能是 那去看我找了半天找不到平原 送来的补偿吧 感谢大家的馈责 家有的村庄呢 我们就先去找村民 消化一下剩余价值 作为它这里的好东西吧 不得不说啊 这些村民实在是太穷了 不说钻石套装吧 就连铁套都没有 希望我下次来的时候 你们的箱子里 可以多放一点好东西哦 那我能去趟第一做点下借合金 放在箱子里上就 呃 呃 放到箱子里分享给我哦 我愿意付出一个小卖种子的价格 稍后在村子里逗留了一会儿 就挖了一些甘草块作为面包 不知不觉天都黑了 就在我准备摸黑大火的时候 突然被不知道什么东西打了一下 我以为是闹鬼了 赶紧在周围插了一些火把 啊 原来是因为我找平原太久能睡觉 导致烧患意了 我还以为又有什么奇怪的事物来给我水饰品了嘛 虽然这有时候突然听到那些猫想 把那个换衣也被吓走了 原来猫是可以吓走换衣的嘛 哇 又是一个小技巧 就在我准备拿从村民家里找到的鱼 抱打一架猫猫的蛇 却发现周围哪有什么猫呀 可能是天大黑了 所以我直接去村民家里睡了一觉 直到第二天 我才发现原地多了很多小猫 但这些猫都是回忆的红色 而且不停地在抖动 我可能的猫哟 这也太疼了 今天我是哥了 你知道MC中最可怕的生物是什么吗 高端的猎人 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 而我就遭遇了MC中的高端猎手 凌晨三点 我正在MC里爆肝心存到 简单建好了一个房子以后 就要解决食物的问题 由于前妻物资匮乏 只有小麦种子数量还算多 所以我决定 养些鸡当食物 但这个小平原上竟然一只动物都没有 为此我不得不去更远的地方找我的鸡 在附近的一片森林里 看到了五只小鸡 当我准备用小麦种子吸引回家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很恐怖的声音 回过头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背后多了一只高视牌 上面写着 你干嘛 哎呦 啊 啊 抓个鸡竟然还能遇到这种怪事 加上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我就有那么一丢都害怕 赶紧就往家里跑去 突然前面好像有个实体一闪而过 但是游戏里已经是夜晚了 加上树林里有树木的热档 我完全没有看清楚是什么东西 就在马上要走出森林的时候 突然捡到了几颗鸡蛋 还有一颗雪球 但我怕后面的那个东西追过来 可来不及都想 就全部解走带回家了 回到家里才发现 刚刚捡到了雪球 现在叫做篮球 而这个时候 我就防着外面传来了诡异的声音 我撞着档子走到了门外面 就捡到了一本书 上面写着 你不能伤害鸡 否则会付出代价 当我返回家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房子里面多了一个唱片鸡 上面张着一只奇怪的鸡 他把一张唱片放到里面 就突然消失不见了 唱片鸡里发出了奇怪的音乐 我也不敢插掉 赶紧退出了游戏 重新进入游戏后 奇怪的音乐声消失了 但我突然周围多出了好多鸡的声音 我出门查看 惊奇的发现 茫围竟然多了一个奇怪的建筑 进去之后 里面生活着五只小鸡 这粘套鸡都给我住的好 这是谁能忍 于是我直接把房子占了其有 要完了几只小鸡 已经不受了我的饥饿吃 但很快就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 听起来好像 什么东西生气的怒吼 而反正这里面有些方法真的消失 我赶紧往外跑 但我出来的时候 他们竟然有一只 叫做鸡王的恐龙 我还没有来得及逃跑 就直接嗝屁了 我是可乐 现在是凌晨三点 今天我正在熬夜 试图在这片大路上 找到村民的秘密 当然要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的当务之急 就是需要找到一处村庄 好好掠夺 好好地和村民更想一下物资 在周围好一阵探索 直到游戏里天都亮了 我们才找到了一处村庄 远远看去村民们好像都起床了 真的是健康生活呢 村民们种了萝卜 哇还有马铃薯 这下我们可以整件薯条了 那么这位穿绿衣服的村民 建议我拿件作物吗 不建议的话你就摇摇头建议的话 请你原地道立并用左手摸右耳朵 好好他摇头了 看来不建议我们拿作物了 哎呀村民们心真好呀 那我肯定要把全村的作物 都给呼呼光了呀 这样才能对得起他们的信任嘛 对吧 好的这边的村民还在聚众聊天 捧好我最喜欢听别人八卦了 来来来 让我们听听你们村 有没有隔壁老王的故事 诶怎么回事 我刚过来你们就不聊了 拎着我看做什么 接着作物要接着聊啊 他们是不是在说我的坏话 我听到了对于这种妖民 我一般情况都是直接暴打一顿 但是俗话说的好 男人手软吃人手短 刚吃了人家的东西 我们就打人是不是也不太好啊 简单把他们埋坑了吧 还不会被僵尸攻击 以得抱怨我这是个大上人啊 做我不吃很多 才吃两口就没了 没办法 我们只能吃点晚上打的腐肉 哎呀 这个村民看到我手里的腐肉 好像很心愤哎 直接拿出了绿宝石 想要跟我交换 这个一点用处都没有的腐肉 我怎么突然觉得 村民这些行为有点奇怪啊 肚正点村民繁殖一下 这样我们就可以 撞到更多的绿宝石用来交易了 但是 我有个问题 村民也是生物呀 为什么想繁殖 不能直接用面包右键喂食呢 大家有没有听出什么来 如果这样子你们还不明白的话 我们再来看啊 当我们用三叉戟引雷 劈村民的时候 为什么达成的成就就是女巫审判 不应该是用引雷劈女巫才对吗 为什么掠夺者会袭击村民 如果只是掠夺 他们为什么不会带走物资 为什么交谈中的村民 当玩家靠近后 他们会立刻安静下来 并直勾勾的盯着玩家 为什么村民对偷渡行为无动于衷 村民为什么要用绿宝石换取腐肉 他们真的如同表面上那样人出无害吗 话说到这里 大家还没有懂吗 但或许你只能在手机输入法中 九宫格输入 74473698 才会明白这一切的真相 你肯定不敢信 最近一名玩家 在自己的存档游玩的时候 竟在夜晚的村庄里 看到了最诡异的村民 这天玩家找到了一处村庄 他决定在这里修建基地 为了方便 他直接合成了点TNT 准备把这个地形移为平地 考虑到后期的交易 玩家决定先带走村民 这个时候 奇怪事情就发生了 本该在床上休息的村民 此刻都在水井周围发呆 更恐怖的是 玩家在试图推村民上矿车的时候 竟然直接穿过去了 就在玩家疑惑 游戏产生了什么bug的时候 眼前的村民却突然消失了 见此玩家只能认为是自己的游戏卡了 但很快 他就明白 那并不是游戏延迟 从这几栋以后 游戏好像流畅了许多 花了两分半的功夫 村民都被带到了临时点 但他却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 玩家靠近这些村民后 村民却并没有看自己 而是全部朝着天上看 这显然有些不合理了 玩家也好奇的朝着那个方向看去 但却什么都没有看到 玩家也没有在意 决定继续自己的爆破计划 但是我们从放单的图上可以看到 在月亮的右下角的位置 竟然有一个村民的影子 玩家不止了一分钟后 在村庄里放满了TNT 准备炸瓶后开始建造 当爆弹在我散去的时候 玩家却发现 在村庄的下面 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机器 而在机器的正中间 藏着一个史蒂夫的身体 玩家的旁边 真是16号村民 大家好我是可乐 昨天凌晨3点 游戏里一个电赏雷鸣的晚上 玩家却那里发现了一个普通的村庄 一般来说村子里的村民都是棕色 但这里却有一个诡异的蓝色村民 由于马上就要开学了 我帮演创建了一个新的村庄 准备最后熬一次夜 刚开始哪里也没有去 就在附近收集材料 稍微修建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庇护所之后 然后准备去远处探索一下 嘿 可能是最近运气变好了 刚出家门不久 就发现了一个村庄 我在生存前期并没有怎么挖矿 所以资源不是很丰富 这个村庄的出现 简直就是九汉冯甘林 太爽了 所以我就先去田里搜刮了一点物资 收集完食物之后 我准备继续看看房子里 有没有什么宝藏之类的 但是这个时候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村庄看似不普通通 可这里竟然没有一个村民 而村庄如果没有村民 那就只能说明 这是一个没有村民的村庄 不过我没有村民 对于我这种生存来说 还是非常不方便的 所以我决定在周围找找 看看这些村民是不是跑远了 回不来了 在我寻找村民的过程中 突然在一个房子的墙上看到了一个告示牌 上面写着 不要闯入 后面还有署名 V L L R 呃 这谁写了告示牌啊 怎么连村民的单词都会拼错啊 观众朋友们 把正确的村民单词打在屏幕上 就可以激活科学护体 因为马上就到了高能环节了 就在这个时候 原本进攻万里的白天 突然下起了大雨 而左下角显示游戏时间被更改了 熟悉MC的观众都知道 能用指令更改天气的只有万家 但我这是单人游戏啊 连局欲网都没有开放 那么这个时候到底是谁修改的呢 突然 我进攻击出现了一句话 我看不懂是什么语言 所以我就回复他 麻烦讲中文 翻完这句话的时候 我突然被传送到了一个房间里 而房子里 竟然还有一个诡异的村民 这是一次普通的生存 玩家正在为他弄宠物狗修建一个灵物 却没有想到遇到了一个可怕的生物 证明玩家生存到后期 成功找到了墨地传送门 于是他决定前往墨地 去击败墨影龙 由于他是一个MC新手 所以在墨地门外放置好床 准备靠床重生的机制 磨死墨影龙 就在玩家放好床的时候 他的宠物狗却突然出现在了附近 玩家并没有多想 认为只是狗 因为远离玩家后被传送 所以他右肩让宠物坐下来 然后就带着必要的工具进入到了墨地 但进入墨地后 他就发现 墨地似乎和网上说的不太一样 岛上竟然没有一只墨影人 反而分布着两三只羊 这是怎么回事 看到这里 如果你很有就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超勇就把超勇打在公屏上 但玩家毕竟是新手 第一次看到墨地 以为就是这个样子 于是他利用梯子爬上黑钥石的柱子 直接空手打包手机 由于重生点就在附近 所以根本不怕挂掉 但第一次重生的时候 玩家却发现狼竟然也跟了出来 这就很奇怪了 因为他记得自己在进入墨地前 已经让狼坐下了 而坐着的狼是不会跟随玩家的 可眼前的狼又是怎么回事呢 玩家只能让狼坐在原地 自己先赶紧把墨影龙干掉 但他刚扭头 墨影龙就一发龙溪打中了狼 他十分伤心 却无能为力 只能干掉罪魁破手墨影龙来为狼报仇 回到了主世界 玩家为狗子搞了一个简单的追悼会 然后就在玩家十分伤心的时候 游戏里却突然想起了一阵墨影人的声音 隐约还能听到一些狼的叫声 玩家以为是四中刷怪了 赶忙在四中损找声音的来源 但找了半天 只发现周围连一只怪人都没有 那么墨影人的声音又是怎么来的呢 就在这时 玩家为狗子修建了坟墓上方 突然掉下来一个生物 它是一只狼 但身体却长得很像墨影人 而这个墨影狼突然向玩家冲过来 玩家被吓得连忙逃跑 但一个新手玩家就怎么能逃得过呢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MC中有关下劫的秘密 下劫是一个封闭而危险的维路 想要进入下劫必须通过传送门 那它下劫以后 你会发现这里没有天气没有昼夜 银石倒挂在头顶 四处都是岩浆流动 华精英实在说不上美好 很多人都直接叫它地狱 传说下劫就是根据宗教故事中的地狱而制作的维路 如果你对地图存当有了解 你就会知道这样一件事情 MC三个维路对应的ID分别是 不一等于下劫 零等于主世界 一等于墨地 这意味着下劫可能就在主世界下面 是紧挨着主世界的维路 下劫不仅黄金恶劣 在这里形成的生物也非常的危险 恶狐和猎人 掌握制空船和远程打击能力 地底作战的僵尸猪人 还有阴森的凋零骷髅等等 一个比一个进攻心强 在下劫生存难度非常的大 而这样一个危险的维度中 竟然还有着要塞这种战争建筑 他们为什么要形成要塞 求出来是要和什么人打仗吗 如果你觉得 出生下劫生物只有以上这些 那就错了 MC中还有一种Loss生物 是需要凋零骷髅的头来召唤的 没错那就是凋零 传说的下劫之主 如果你在主世界召唤凋零 你就会发现它会疯狂地攻击主世界的生物 好像与主世界有很大的深仇大恨一样 当你击杀凋零以后 你就会获得一个下劫之心 属于游戏的人都知道 这是制作星标必不可少的材料 而非常恰巧的是 在MC沙漠神殿的第二层 刚好可以容纳一个满级四层的星标塔 而星标的位置就是沙漠神殿底部的小洞 难道说这只是一个巧合 在主世界中 有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出主世界对于凋零 并不是一无所知的 比如在暂至红沙岩上 就有人刻下了凋零的样子 是什么人在红沙岩上刻下凋零的样子呢 这就要说回之前提到的苦力怕文明了 在MC中 似乎只有他们有在沙岩上记录的习惯 所以难道就是他们在沙岩上刻的凋零头像吗 有以上的种种 最后我们可能还原出这样一个故事 曾经苦力怕文明高度发达 甚至发现了下界 这里有一种生物叫做凋零 干掉以后会掉落下界之心 可以支撑信标 搭配塔形结构能产生特殊的效果 于是他们破坏妖灵 获得了大量的下界之心 建造了豪华的神殿 这导致下界生物开始反抗 引发了主世界和下界的争斗 战争过程我们不得而知 大战导致了苦力怕帝国的衰落 而下界原本的秩序被打乱了 只有株林崛起 或许他们收集金子 就是想恢复往日的繁荣吧 视频里的诡异生物是最近很火的长腿史蒂夫 由一名俄罗斯主播命名 而这位战斗民族主播 在两次遭遇长腿史蒂夫后 竟然从此断根消失了 江老师哥的 上期视频里我们讲到 这位俄罗斯主播在12年前 意外遭遇了长腿史蒂夫的经历 自从那次被干掉以后 主播就删除了世界存档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长腿史蒂夫反复就消失了 直到11年后 当初的朋友说他又遇到了长腿史蒂夫 然后就没了消息 而玩家为了解开好友消失之谜 决定再次寻找长腿史蒂夫 而今天他就找到了据说 长腿史蒂夫存在的服务器 进入服务器之后 两个人都没有直奔主题 服务先邀请他参观了下房子 并告诉主播 这是他自己设置的保险屋 因为服务器里发生了点怪事 只有这里面绝对的安全 主播身在服务的屋子 真的是精致又别具一格 服务也说主播真的是有眼光 主播在房子里参观了一圈之后 顺少取了点装备 接着便提出了此型的目的 长腿史蒂夫 服务一看 不讲武德啊 你是有备而来的 几年前发生的事情 以及朋友的消失 服务主听说是MC主播 当即表示自己是老本 一定会帮忙 不过他也说了 自己也不能确保 长腿史蒂夫一定会出现 主播表示理解 但却也提出了疑问 服务主不是能开创造传送吗 服务主告诉他 原来长腿史蒂夫 只会出现在纯净生存模式 和两个人的经历 竟然惊人的相似 长腿史蒂夫就在那里 静静的注视着自己 正当两个人交流的时候 主播突然看到 远处的洞口里 有一个蓝色的影子 而放大一看 正是那个长腿史蒂夫 两个是赶马往那边划过去 但他们都没有注意到 原本艳阳高壮的朗朗晴天 突然变成了夜晚 当他们抵达山洞 准备进入的时候 突然响起了雷声 似乎是在警告他们 但主播为了搞清楚情况 和自己朋友的下落 也只能硬着头皮 继续往洞穴的深处闯 山洞里非常明亮 是服务器的玩家 之前挖矿留下的 不过他们都没有发现什么 可刚刚的史蒂夫 的确消失在山洞里 于是两个人往洞穴深处走去 就连呼吸都变得十分的小心 很快两个人就来到了洞穴的尽头 而那里竟然什么都也没有 两人认为可能是看错了 也许并没有跑进山洞 决定先回到安全屋里商量一下 要不再多找点人 两个人一路提心吊胆的跑回门口 主播往四周看了看 想确认周围是否安全 一回头竟然发现 两人不敢停留 立马开始逃跑 但这一举动 却迎来了长腿史蒂夫的追杀 但主播回头的时候就意外出意到了 长腿史蒂夫竟然受伤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 长腿史蒂夫是可以被攻击的 可辅助商量之后 两个人决定不再逃跑 拿起铁府 准备和长腿史蒂夫决一死战 幸运的是 他手中并没有拿武器 因此伤害不是很高 两个人设计将他打进水池 最后主播拿出原石困住了他 并堵上了长腿史蒂夫的头 随着几身受伤的影响 长腿史蒂夫被两个人成功的干掉了 凋落的物品中 是最丢脸的都市传说 但长腿史蒂夫真的死了吗 这位主播又是为什么断根消失呢 不妨把你的猜测打打评论区 我们下期再见 这段视频最近在网上突然窜红 视频里的这个生物被称为长腿史蒂夫 它是由一名俄罗斯主播 首次发现冰冰冰的 而那位主播却因此消失了 大家好,我是可乐 今天来讲一个最近又出现的都市传说 长腿史蒂夫 首先长腿史蒂夫的视频 是2011年一位俄罗斯主播上传的 而长腿史蒂夫 正是他发布的第一个视频 这期视频中 他简单介绍了一下网上的一个多数传说 并命名为长腿史蒂夫 以及遭遇他的过程 由先开始 主播和朋友出生在一片平原 他们这次生存 只为了验证一则传言 那就是传说中的诡异生物 据说那是一名喜欢模拟人的模组作者 制作MOD的时候 不小心弄乱的代码 意外产生的奇怪史蒂夫 虽然作者删除了相关的数据 但却有玩家说 自己在没有模作的情况下 被那个东西击杀了 主播一边介绍一边生存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夜晚 主播提议 先搭建一个基地 自己先去收集羊毛做床 但就在这个时候 天空中突然下下了雨 这个情况很危险 因为根据网络传言 玩家正是在雨天的夜晚 遭遇了那个奇怪的史蒂夫 但主播这次为了验证 所以他兴奋的跑回去找朋友 因为传言中还有一句话 只要见到史蒂夫 就必须献祭一名玩家 必须是不作死就不会死 就在主播转身 准备清除掉附近怪物的时候 他看到远处 还有一个玩家 看模样应该就是史蒂夫了 他以为是自己看错了 还喊了朋友一起看 经过两个人再三确认 那个的确是 类似于史蒂夫的生物 刚好在这个时候 两个人旁边出现了只小白 一键带走了朋友 这下 献祭玩家的条件也达成了 主播不由的有点疯了 男服都处理一条小白 直接躺在床上 想要跳过夜晚 但他似乎忘了朋友刚死 想要赶过来还需要一段时间 主播只好起床 准备去查看一下 那只史蒂夫生物 怪事就发生了 原先待着的史蒂夫 现在竟然消失了 主播又靠近查看了一番 确定这里没有什么东西 刚好这时候 朋友父母回来了 主播只好先将物品还给朋友 至于那个史蒂夫 两个人沟通之后一致认为 可能是把僵尸看错了 毕竟僵尸和史蒂夫的衣服完全一样 可接下来的衣服 直接把两个人吓傻了 因为那个史蒂夫 直接出现在了唐明面前 他拥有一双超级夸张的大长腿 西长的手臂 最离谱的是 他们没有脸 主播根据这些特点 给他起了个名字 长腿史蒂夫 奇怪的是史蒂夫 只是静静的看着这两个人 直到主播打死了一只僵尸 下一刻 长腿史蒂夫就像发疯了一样 开始攻击他们 两个人见状拔腿就跑 在逃跑的过程中 主播突然想到 传闻长腿史蒂夫 是有墨以人更改的 那只要进入水中 就可以躲避攻击 然而答案是没有用的 主播一扭拨就发现 长腿史蒂夫已经在自己旁边了 见此主播和朋友决定 鱼死亡破 最后他就傻眼了 因为攻击竟然无效 不过朋友提议了 如果攻击无效的话 那不如试试用龙江 就在两个人 合伙将长腿史蒂夫 打进去的伤火 这就是他的问题的条件 那就是他根本不怕火 面对这样一个无敌的神武 两个人只能逃进一处矿洞 既然长腿史蒂夫 并没有破坏方块 一段时间之后 主播觉得应该安全了 准备挖开看一眼的时候 长腿史蒂夫突然就想 像他干掉了 后来这名主播将视频上传之后 长腿史蒂夫瞬间爆火 此后这名主播 也一直制作 MC都市传说的内容 而这也为他第二次遭遇 长腿史蒂夫 埋下了伏笔 下期我们继续讲述 长腿史蒂夫的第二次遭遇 今天我要跟大家揭秘 一个MC中最恐怖的真相 僵尸身上最稀有的掉落物是什么 熟悉游戏的老玩家都知道 僵尸有三宝 铁丁萝卜马铃薯 但是你知道吗 僵尸身上的铁制掉落物曾经被移除过 所以在一段时间内 僵尸的稀有战利品 只有萝卜和土豆 那么问题来了 他身上的这些食物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答案非常明显 只有村庄里才有这两种食物 僵尸攻击村民的理由 可能就是为了获取这两种食物 但是我们都知道僵尸是不吃萝卜和土豆的 那他又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刺激村庄呢 甚至不惜与铁傀儡战斗 难道是被什么人给逼的 如果你探索过前哨战 你就会知道 在顶层的战利品的箱子中 同样也有萝卜和马铃薯 这和僵尸的稀有掉落物一样 掠夺者袭击村庄的原因也是这两个食物 两种完全不相关的食物 为什么有着相同的目的呢 而且如果村庄被袭击的原因就是萝卜土豆 那村民为什么还在种这两种作物 如果不种是不是就会免受袭击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何博取亲的故事 在科学不发达的时候 常有牺牲献剑机换取平安的习俗 难道说 村民中萝卜和土豆也是为了献祭给谁以救自保吗 说到这里 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苦力怕了 就说那句把猪的树枝输错了 才产生了苦力怕 但是这个意外产物 最后却成了MC中最具破坏力的生物 再看看下界 下界中最强的种作是什么 是凋零孤龙还是萝卜 其实都不是 只有猪磷才是下界中最多的生物 他们训练战猪 拥有蛮兵军团 修筑战争堡垒 完全就是猪磷式漂亮国家 不得不说 猪磷已经确立了下界的霸主地位 那么最后来说一件 只有老玩家才知道的事情吗 在MC老版本中 有个神秀叫做当猪飞的时候 希望玩家急着猪从高宫跳下 然后大概率被摔死 说到这里你还不明白吗 最喜欢吃萝卜和马铃薯的生物是什么 猪磷到底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呢 却输错了猪的宽高饼 最后却产生了苦力怕这种 如此强力的生物 如果你还是不明白 那你只能在手机上输 9487436 才能知道这一切的真相啦 大家好我是可乐 今天凌晨三点 我一如既往的在MC里爆肝 去遇到一身可疑的黑猫 MC中有多少种猫 大神玩家会告诉你十一种 但是村庄里能见到的有几种 仔细回想下 在村里似乎有一种猫 从没见过 那就是黑猫 于是我召唤了一只黑猫 这下村里就能够成为百猫全输啦 幸福这只黑猫以后 我突然在村里搜刮材料 准备建造生存基地 很快游戏里的天就黑了下来 你看这个圆月 它又大又圆 建好了豪华身份基地之后 我准备带着小黑猫入住 但是 我的猫呢 在村子周围找了好久 都没有发现黑猫的踪迹 难道是说我的猫被村民拐卖啦 不对 村民呢 村民怎么也不见啦 是谁给我吓得肚 哪来的是我的女巫啊 怪了我被女巫包围了 看着房子周围的女巫 我聪明的小奶怪很快就想到了 打不过我就跑 我挖了个地道下去 女巫还会遁地不成 也是我直接向地下挖 但是倒霉啊倒霉 怎么才挖两个就掉进岩浆湖了 看来走地下是心不通了 走天上总不会遇到岩浆吧 嘿呦 哒哒哒哒哒哒 直接搭到云层上面 哼 什么女巫 什么岩浆 都是假的 有本人上来啊 接下来就看我的表演 啊 这也没下雨啊 月亮还这么大呢 M4里青天还在闪电啊 都是bug吧 今天这个游戏玩不下去了 我直接选择退出 第二天我想起来被雷劈的屈辱 就是我重新进入到游戏 但是 然后以后 不是应该在山子里吗 怎么到沼泽了 而且我的豪室呢 我也变成女巫的小屋了吧 我 进入世界了 可这只有一个世界啊 一定是昨晚那群女巫干的 就在我非常困惑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一声猫叫 然后 在屋子里发现了一只被迅速的小猫 这是我的猫吗 你也被人拐到这里来了吗 然后我在周围找来找 除了偶尔摔心的女巫 没有别的东西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哈哈 等着先住几些屋子吧 不住工作台 叫我两个屋里玩的时候 我怎么变成女巫了呀 这个世界 大家好我是可乐 以前回凌晨三点的海底神殿嘛 蔓延进去这个地方 就会遇到很恐怖的事情 昨天夜里 我准备建立一个新的存档 因为夜里很饿 我就把存档命名为好大的鱼 可能玩着玩着就不饿了吧 然后我就进入到这个世界 出生点面朝热带雨林 背靠原始真夜灵 据说只有万里挑一的欧皇 才能遇到这种出生点 哎呀 如果你给本视频点个赞 你也会像我一样欧气爆棚 可这时候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我秘密又在创建世界的时候 开启了奖励箱 但是我周围怎么没有箱子呀 啊算了 还是先去丛林找点西瓜吃吧 走到河边的时候 发现在水里竟然有一个木桶 难道奖励箱变成木桶了吗 可是我的游戏版本不是1.12吗 怎么会有木桶呢 我退出存档重新确认了一下 这个存档确实是1.12的呀 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 靠版本的物品呢 难道游戏出现bug了 毕竟只是一个木桶嘛 就算是游戏发生bug了 应该不至于让存档崩溃吧 我就决定继续玩下去 先去看看木桶里面有什么东西 也可能是这个MC的奖励箱新彩蛋呢 打开木桶以后 没有张地图 还有水飞和夜市摇水 地图上只显示了一个角 看起来没探索的地方是一片大海 难道说这是一个漂流桶 想要指引我去探索这片海域 这么奇怪的地图 我很快就反应过来 肯定是新型网络诈骗 所以我就直接把地图丢掉了 继续去丛林找西瓜 但是 在丛林里刚走了几步 那个木桶又出现了 打开一看 又是那个地图 这次木桶里多了一张扫纸条 写着 此地有宝藏 我会相信吗 我可是下载了反诈APP的 这点小计量骗不了我的 于是我丢下木桶往别的地方走 可是它却阴魂不散一样 同样的木桶又出现在我面前 看它只能去找图中的这片海域 才能解决这个谜题了 于是我做出了一艘船 直接来到了大海上 在地图的海域里找了一会儿 远处海中出现了海体神殿 难道这个地图就是指引玩家来到这儿的吗 我直接划船靠近 就发现这里有好几个地方 看上去好像有人来过 可这不是单人游戏吗 我跳下船来到海体神殿 这个海体神殿也很奇怪 不仅一个守卫也看不到 而在上面不知道为什么 散进了很多的红宝石和带油桃瓦 看起来很诡异 继续往里面走 里面竟然有个 天空的祭坛 祭坛之后有几条鱼在游动 我是可乐 又到了凌晨三点 我吃着泡面玩着游戏 就遇到了MC中最诡异的错误 最近刷到了很多红室视频 看着里面炫酷的机器 我直接甘拜下风 想象自己都玩了这么久的MC 但是 为什么啥也不会啊 我非常的自卑 只能在凌晨三点的时候 偷偷努力捐死他们 于是我在嘴那里学习如何制作高频红室 很快我的实验就成功了 什么嘛 我还是很有红室天赋的嘛 假如准备做一个更快的机器时 游戏突然就崩掉了 我的电脑这么垃圾的吗 做红室机器都能崩 然后我重新打开游戏 启动器突然就更新了 啊什么嘛 这要等多久啊 反正等了好久 启动机都更新不了 看来今天是玩不了了 等明天再试试吧 然后我就去睡觉了 等到第二天 我想看看启动器更新成功了嘛 就突然发现 你要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的游戏中病毒了 赶紧打开游戏看看 哎我的存在应该没有事吧 不出意外 它果然出意外了呢 逐渐那边成了一片乱码 还伴随着嘈杂的噪音 进入世界 这是什么古早的版本啊 一点二点二 后面这个一二二四二二 是什么意思呀 哎呀这个噪音烦死了 我直接关闭了游戏声音 哎怎么还有啊 不过声音小了许多 还能勉强接受吧 先收几些木头吧 合成工作台 哎等等 这脑袋呢 是我太可爱了脑子被回收了 好黑呀 先去挖点煤 做点火吧 哎哎哎哎 这火板怎么有 68个呀 那么随着对解上去不是64个吗 然后我就在矿洞里遇到了僵尸 哎呀 这僵尸看起来挺正常的 真让人放心 赶紧打死他 发生了什么 在矿洞里还能被雷劈吗 稍微找点安全的地方吧 然后准备烧点矿 啊啊啊 我被小白射死了 可路上没看到小白啊 回去找找尸体吧 哎我怎么突然中毒了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东西啊 你却让我死得这么彻底啊 哎 好不容易捡回来了物品 走走走回家回家回家 这个 422看起来好熟悉啊 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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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